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我视频的独白频道 我的频道是讲摄影文化艺术技术 讲相机的 今天这条影片就不会讲相机 都未必会讲技术 跟大家讲一下摄影文化艺术的一些想法 在网上,偶尔有些人批评街拍摄影 特别是普遍的街拍 是一种狗影的摄影 甚至最近有一个新的讲法 说这些照片只是草草了事 究竟街拍摄影是不是草草了事 为了回应有些人对街拍说它是草草了事 我在较早时半个月之前在我Facebook 贴了一堆相片 一堆相片大概有五六七八张 这些相片我留言是这样说的 任何摄影作品都应该有改善空间的 特别是Snap Shot或街拍相片 往往都是看内容而已 假如你将华尔摄影的赤摆 去量度街拍相片的话 基本上是不靠谱 应该是不对的 而且这种说法表示出 你对街拍摄影真的一知半解 这些影像 接着我给大家看一批影像 在这个post的影像 问一下大家 你会不会觉得这批作品 都是草草了事 大家一起来看看这几张 这是我引述出来的不是我拍的相片 看看大家觉得这批相片 是不是草草了事的作品 现在大家在画面看到 就是我这一辆相片的第一幅 不是我拍的 就是我投影出来的第一幅 大家看看这张相片 是不是算是草草了事 这个画面很明显 它是在街头的河边拍摄 摄影师拿着一部 这个是view camera大底机 摄着头拍摄相片 看不知哪个方向 在它旁边就有一辆私家车 旁边有人跟狗玩之类 远方还有其他人的行为 这幅相片你觉得是否 街作呢 是不是草草了事呢 那又看另一幅 原作在网上下注下来 解像度不是那么高 现在我放大了来看 所以原作应该是清晰的 这张相片应该是一个大厦的天台 摩天大厦之旅的天台 用了一些望远镜 望远方景物 但又不见到他在望什么 因为摄影师在拍摄一个 拿着望远镜 但又不是在看东西的人的面貌 其他人旁边有个人在望远镜 另外一些人在望远镜 就好像看不到什么特别的东西出来 又没有人跳上半空 没有决定性瞬间 那这些是否又是草草了事呢 是否应该等久一点 等到这个画面中间 画面最大的人 都是在望远镜会好一点 那我真的不知道了 OK 那到第三章 就是应该拍火车站 前面有一男一女拥抱着 但是就拍着女的后枕 背脊 男的就几乎被遮瑕 是不是他移歪一点会好一点呢 至少拍到男女的侧面 但移歪一点就拍不到火车 那你们会怎样选择呢 那摄影师是否应该安排 前面这一男一女 打侧气会好一点呢 那如果没有这样做法 是不是草草了事呢 我真的不知道 稍后再说 那这张很明显是很有趣的 是拍一条马路 有一个人放狗去到画面的左下角 左边 中间有一个雕塑之旅 一个好像一个比较古代的形象的雕塑 后面就有很现代化的玻璃幕墙大厦 那这张照片就 就是看起来 那个扣图很怪 右边好像零零射射射 就空虚了一些 虽然有建筑物在这里 但都好像空虚了一些 那是否应该把雕塑安排在画面的右一点位置 让一只狗和人走远一点 会平衡一点 这个画面 那这张照片 而且这张照片好像水平线都不正 摆明是好像倾斜了 是否摄影师没有拿捏得好呢 又是草草了事 其实还有很多照片 来这张照片为例 这张照片也缩小一点给大家看看 以这张照片为例 是拍摄巴黎铁塔 在巴黎应该是冬日的巴黎 地下铺了一层薄雪 近处有一个人走着 但这个人好像走到画面的右边很尽头 而且也有一支电灯柱 整个画面的左边是完全 好像空虚了 假如人已经在左边的三分一的位置 那是否会理想很多呢 是否摄影师错过了呢 草草了事 现在流行说草草了事 这张照片应该是 握手又没有握到 其实这张照片是不错的 很多时候握手不是应该握实的 握实就已经静止了 这是握实之前的瞬间 这张照片是高手的 一点都不会是草草了事 这张照片是缩细来看的 应该在餐厅那里 是否跟侍应有些沟通 那照片拍来做什么呢 是一个很平淡的画面 在吃饭的时候 跟侍应在说话 那个瞬间没有什么重要事发生的 这些拍来做什么呢 真是草草了事 当然我在当时没有详细解释 是哪个摄影师拍的 有些网友很精彩的留言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懂得看,当然看留言 看看网友对我这个帖子是什么留言 有位王先生就说 他知道哪个摄影 就是难得的杰作 不知道呢 就是大部分人眼中的垃圾 哈哈哈哈 还是孤方自想好一点 他的意思就是说 有些照片如果你是普通人摄影 就是垃圾来的 但假如是大师摄影 那就难得的杰作 其实我不会很同意这件事 就是确实很多相片 很多相片 其实是有他的意思在里面 我们不懂得去看这些相片 或者不懂得欣赏这些相片 或者看不到这些相片 其实说些什么 我们就会觉得这些相片 一样一样一样 但这些相片当出自一个大师手中 我们觉得一样一样一样 我们会觉得是我们不懂得看 就不会是怪责那个拍照的人 就草草了事了 是不是 所以我回答他了 摄影师自己没有说过 这些是难得的杰作 首先他没有这么说过 我也都不会认为这些相片 是一些难得的杰作 不会这么觉得 他只是在那个地方出现了 拍了一些他觉得要拍的影像 然后他就出了一本书 发表了这些作品给我们看 他当时在现场看到什么 拍到什么 仅此而已 那确实是街头摄影好 几十摄影好 很多时候都是摄影师对事物的看法 然后他观察发现 捕捉了下来 那当然日后他可以发表 例如搞展览 可以出书之类之类 当然他是大师的 他容易做这些很多 你们如果不是大师 你们是一个平凡一些的摄影人 你要搞个展览做一些比较平凡的相片 我都同意是比较困难的 但问题是你透过艺术家的论述 你的artist statement 你说清楚你想做些什么 自然会有人看到你的相片 例如Robert Fang 那本的美国人 他这本书出的第一年 在美国被人骂到痴肺 骂到痴肺是一本垃圾的书 但大概一年过了一两年之后 慢慢艺术界看到这本书 在拍的是一些 美国人日常的生活 而这些是他们 视而不见的东西 有一个摄影师这么细心 将一些每天都发生的事 大家不会记录下来的事 由他有系统地记录 相当伟大的工程 所以街派的事就是这些 将人类生活 大家视而不见的事 记录下来 就是这个意思 还有什么其他东西 其实我觉得 任何照片都有改善空间 有些改善空间 拍摄的时候 可能是条件不容许你 将它拍到尽善正尾 我讲街派的 如果你将华尔摄影的一些 要求套下去街派照的话 当然你可以认为 这些街派照是草草了事 但确实他们不是这样 草草地去拍 他们不是这么急 这么匆忙 这么掌握了一个 一顺即逝的瞬间 将这些画面记录下来的话 他根本拍不到这些照片 假如如果不明白这件事的话 坚持用华尔摄影的那把尺 去看街头几十摄影的话 这些只是霞虫 不可以与他与兵 有一位网友就说 香港摄影人受 受华尔屠毒太深 他写漏了华尔两个字 然后Mike又说 有班人经常用成件 去掩盖自己对摄影的无知 确实我会认为 摄影是一个很复杂的学问 等于音乐也是很复杂的 例如我喜欢听流行歌曲 但问题是我们不可以看不起古典音乐 玩古典音乐的那班 你是玩古典而已 你不可以歧视流行音乐的 流行音乐当中 都可以分很多不同的流派 如果玩内容的 你不可以歧视弹目 ng 玩Heavy Metal那些 你不可以歧视玩Easy Listening那些 轻松音乐,Pog Music 我觉得是不同的风格要互相尊重才是 Leo Leung就说 我经常觉得摄影是绘画延伸的 是没有错的,这么说法 所以理论上都要遵从原来的绘画美学原则 然而摄影由于基础动机的本质 是富裕了它一个全身的本质和命题 全身的东西来的,其实是 从前他说由于是静态的,想象的 写生都可以是静态的,无需太过考虑时间的 而且由于作画虽时,所以必须是摆拍的摆画 所以画得許許如生 都不过是从服饰、道具、表情、人体结构 表达得更接近肉眼所见 但摄影在本质上虽然是绘画的延伸 但它的机动性和及时性赋予了即时纪录的全身功能 这件事是绘画是做不到的 再不是画室的静态和写生的花草那类那么稳定的东西 街拍这些摄影完全都是电光火石之间 才能够记录下来的一些动态 只要我们将这些动态以少于一秒的时间记录下来 所以在这样的过程里面,我们如果将绘画的 传统美学要求构图那些传统绘画的构图美学 那类的东西放在摄影上的话 我觉得这件事真的有点多余 即使动态上着构图已经是时机易过 谈博纪录 基本上很多时候在街头拍照我们是没得想的 也许从构图上可以更接近一些 或者是二次构图可以严谨一些 但是很多时间做二次构图 不一定能够更好反映现实的时空 所以很多名家都会拍摄和发表一些 看上来好像草草了事 刚才那些照片那些街头照片 当然他这些成名作代表作一定是超正的 所以如果下下观众都用构图作为欣赏 摄影作品的第一条件的话 他会不会是将官带你呢? 就是完全是不懂得看摄影的讯息呢? 那很详细啊 Leo Leung讲得很清楚这件事 OK 你这位朋友就说 快照通常呢 快照通常更加注重内容的呈现 而将画意摄影的标准应用于此 其实是不适合的 这样来说 这样来比较会忽视了街头摄影所独有的价值 对于这些影像是否被视为草草了事呢? 完全水缺于观者的主观感受 那我是同意的 就是你作为一个看相人呢 你确实是有权乐感的评语的 不只是倒回来 我就会觉得你这个草草了事的评语 就真的是草草衰衰 是不是? OK 根本你不了解街头摄影 是不是? 每一幅作品都有其独特的语言和情感表达 对于某些人来说 可能显得未够完成 但对于其他人来说 这些瞬间正是真实和衰竭的珍贵体现 不好意思 我只是第一次读这篇文章 所以我跟大家讲一下 就 确实 就是街头摄影 如果你喜欢那些人 就会真的很欣赏它 等于榴莲你喜欢吃 你很欣赏它 芝士很臭那些 你喜欢它 你很欣赏它 腐乳 皮蛋 你欣赏它 你就欣赏它 你不欣赏它的话 你放近一点 你都顶不住 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你喜欢街派的 继续喜欢街派 你不喜欢的 你没有必要说它草草了事 你只是不懂得欣赏 OK 在我的Facebook 我也是放了一张照片 我觉得这张照片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OK 大家在画面看到的一张照片 我都在半个月之前 在我的Facebook Fan Page上贴出 上高可以追踪到我的Facebook Fan Page 在那里可以看到我很多 我分享的一些影像 有些我拍的 有些其他人拍的 那跟大家讨论一下摄影 分享一下一些摄影的看法 在上个月可以追踪到 OK 那说回这张照片 是2018年在英国拍的 那在这张照片 画面看到的是什么呢 大家细心看看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的话 你如果是 拿下去的话 我觉得你都可以觉得 这张照片拍得草草了事 喂 没什么迷人的光影 好像画面的人很多 很凌乱 凌乱七八钟 究竟拍什么呢 确实这张照片 是在一个 一个公共空间拍的 画面我都承认是 很多人很多人 但是不是真的很凌乱呢 很明显画面中间 我在拍着这位阿太 穿着红衫的阿太 他是 跟一个BB仔换屎片 肯定是屎片 旁边都放了一块屎片 跟颜色的饱满程度的话 我都肯定是屎片 在一个公众地方 中目睽睽睽看下换屎片 真是糟糟了事 OK 旁边有些什么呢 在旁边有另外三位 是同国籍的人 我估计 那就是一位兽儿子 我估计是否这位BB 我不肯定是否有关系 或是有关系 都不定 Anyway 一位大一点的男童 目光望去另一边 没有望着这位太太和BB仔 后面有一位女士 假如这位女士 和BB有关系的话 看年纪的应该是妈妈 我不觉得妈妈 完全不管BB交给人处理 Anyway 她的目光都不是望着BB 她看高的上高 看后面 那后面有个男士 如果和她有关系 可能是爸爸 但是她都好像 莫不关心 那样 那两只手 放在膝盖上 拿着个电话 然后就 目光就看着地下 好像没有眼看 那样 那OK 看看她旁边 旁边 旁边有位背向她们的女士 背着个背包 各类都是相同的 在玩手机 那张座椅 那张座椅 就在摆着一个 Polo 袋 即是买了 买了这些 战利品之类 那OK 那我估计她 都无关系的 其实应该是 完全无关系的路人甲 那看回后面 后面 欺来让往的 不同国籍的人 走来走去 但没有人看着这个寶寶仔 所以呢 我只是觉得 在这些空间 很多人都不会理会 其他人在做些什么 各有各在这里 各自有自己的私人空间 是的 在公众地方 原来真的有私人空间的 大家不介意其他人有什么 你又不介意 其他人在玩屎片 你继续坐在那对着她 只是不看她就可以了 背着她就可以了 远方那位外籍女士 都是看着其他地方 她可能会不会不知道呢 坦白说 你隔着一张桌子的位置 正在换屎片 尿片也好 你一定会知道 但也不介意 因为没得坐 后面欺来让往的人 就不理了 那些应该是无端间的 路云甲月鼎鼎 OK 茂己率 之类 那些不理了 那这张照片 其实呈现的是什么 就是告诉大家 一个公共空间里面 其实呢 就 真是 若无其事那些东西 完全是 在一个空间里面 就好像自己的世界 不理其他人的感受 就做自己的事情 那这位女士 我觉得她都不会是 普通那些什么 臭小孩的工人来的 你看她戴着株链的 都是阿太来的 对不对 那可能是阿婆 我估计年纪 又不像是阿妈了 Anyway OK 所以就 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个意思 这张照片是有意思的 绝对 不是草草了事 拍一张这样的 人多的照片 不知道什么 其实是整个画面 你看到那些层次 要说的东西 都在里面 你肯细心看的话 你就会看到 OK 那这条片 就不做什么宣传 很简单 跟大家分享了一张照片 Anyway 画面上高 OK 不是买镜头纸 不是买书 画面上高 可以追踪到我的Facebook Fan Page 在那里可以 看到我 很多一些 一些摄影的分享 有些是我拍的照片 有些是我引述一些 值得讨论的照片 给大家看的 那希望可以 维持大家对摄影的 讨论的气氛 参与摄影 思考讨论的兴趣 好吗 OK 上高可以追踪到 OK 那我分享到此为止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